有位網友問有很多多年的子宮腫瘤和乳腺增生 子宮腫瘤,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我看錯字 子宮腫瘤就是子宮癌 子宮肌瘤和乳腺增生有沒有什麼方法幫助呢? 我不贊成做手術 不贊成做手術 如果他很後期,很早發過,不用做手術 我們好像幫了幾個人 但他每個人的體質和起因有些不同 每個人有些起因不同 所以他們有時間可以來看我,我給一些意見 因為我有幾個醫生要不同 就是看他的病因,我給他找不同的醫生 幫到他來 因為做手術危險 有很多後遺症 還有很多病例,他將你的人在下半身 是依賴過藥物才可以去生存 他只是精神科藥物那些一吃虎 是呀,你要依賴的藥物 他度過你的餘生,這個是很痛苦的 但一般人他疾與為常 大約十幾十種、八種藥物 他習慣了他不覺得什麼事 我吃了幾個精神科藥物,鏡頭都錯了 真的要撕掉了這個 始終基隆不是他完全的事 但最近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食物有起呢 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多了很多這些 可以散到的 我在中藥道,中醫師也散到的 我也幫過幾個朋友散了 但要看人 他們有機會可以來問一下 有什麼問題